国师镇很好奇,镇很想知道历史对镇的评价如何 成化皇帝朱建深是明朝的第八位皇帝 在成化初年的时候为于谦平反 历经图治,琉球哈密先罗图鲁番等纷纷入共 为人称赞,有明君之相 对了,你那里现在是成化几年 成化三年 算起来现在你正打算对剑州女真动兵了 国师你说的对,女真首领希望逼迫镇重新开通户式 与他们可以正常往来贸易 可是朕不愿意,我堂堂大明 什么时候会被这些异族逼着做事了 朕有心与剑州女真动兵 可朝中有不少人都拒绝,不希望望动兵戈 之前朕还有些拿不定主意 不过现在朕知道了这剑州女真 最终竟然夺了我大明江山设计 那么朕回去之后绝对会扫平一切的阻碍 朕绝对不容许剑州女真还有一个人活着 嗯... 事实上就算不遇到我 你最终也会下令攻打剑州女真 并且下令到齐巢穴,崛起种类 分三路大军围剿剑州女真 还命令藩属国朝鲜派兵支援 经过一个月的围剿斩杀数千人 夺回奴隶一千多人 差点就真的灭掉了剑州女真 经此一意辽动各部 再也不敢挑衅大明 历史上称之为成化离婷 也称丁海之意 哦...太可惜了呀 都打成这样了 竟然没有一口气灭掉剑州女真 你要是真的亡起种族 或许我大明就不会亡国了 好了老朱 就算没有剑州女真 大明也会被替代的 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况且明末的情况比较复杂 大明的覆灭本身就有多方的原因 你说的这些咱都知道 咱就是心存侥幸 万一这女真真的提前灭亡了 是不是咱的大明就能延续得更久一点 不说这个了老朱 咱们接着说下面的 成化七年朱建身立皇子朱佑 即为皇太子 可惜到了成化八年就轰式了 什么朕的孩子又夭折了 又是啥意思 难不成前面还有一个 太祖 朕的贵妃在去年曾为朕生下过一个皇子 可谁知道出生没多久就红事了 朕为此难受了好久 如今听到朕未来的孩子又夭折了 朕自问也没有做过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啊 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待朕啊 没错 史书上的确记载了 成化二年的时候 万真儿为朱建身生下了一个儿子 因为这个儿子万真儿被封为了皇贵妃 真儿乃是朕的一生所爱 朕一直都想立朕与真儿的孩子为太子 可惜他夭折了 真儿为此也非常的难过 提到万真儿 你与万贵妃的爱情故事 即使在后世也广为流传 万真儿过世不久后 你也因为伤心过度很快驾崩了 听到自己因为思念万真儿最终伤心过度而死 朱建身不仅没有恐惧 反而觉得这是非常的浪漫 你很幸运遇到了一个真心喜欢的女人 就像咱遇到了妹子一样 你一定要好好地对她 你们的感情故事既然能在后世广为流传 证明你们的感情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这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们的故事的确令人感动 可是客观来讲 万真儿并不适合你 怎么莫名地觉得这个场景有些熟悉 当初博士提到自己最心爱女人的时候 似乎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长哥你怎么能这样呢 既然健身喜欢那个万真儿 那万真儿对健身也不错 这时咱们就要支持 朱建身对万真儿的感情我是认可的 确实是一往情深 可我也不是瞎的 这万真儿的年纪比朱建身大 咱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 不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吗 这有什么关系 年纪大的女人会疼人 是挺会疼人 大了17岁呢 年龄不是问题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你 你这品位有点重啊 这大你17岁都能当你娘了吧 这影响多不好 事实上这万真儿本来就是她的奶娘 胡闹 身为一国之君 你 你怎么能怎么救 这是朕自己的选择 朕喜欢真儿 真儿也喜欢朕 我们在一起谁都不能阻止 国事朕敬重你 但是关于真儿的事情 这事朕的私事 朕不希望你再多言 恋爱脑是多么的可怕 连祖宗的话都很难听进去 我也是好心提醒你 你就算喜欢他 对于他应该也多加限制 朱建身有些生气 可朱元璋了解赵长哥 既然特地这样说肯定还有别的理由 绝对不可能单纯因为年纪的原因 都别急听长哥说完 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这样说的 在朱佑吉妖折之后 你后宫的嫔妃们要么怀不上 要么怀上了也会流产 那个时候的万真儿仗着你的宠爱 虽然不是皇后 但是执掌后宫谁都不敢得罪 因为他自己的孩子妖折了 他见不得别人为你生下孩子 尤其是不希望别人生下皇子 所以一旦得知谁怀孕了 就会命人偷偷地给他喝下堕胎药 一度导致了你后宫中没有皇子诞生 到了你29岁的时候 你自己都在感慨老将之儿无子 这不可能真的真儿温柔善良 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人 其实你有一个皇子已经6岁了 只是一直都藏着不敢 让万真儿知道 这个孩子乃是你去内庭书库的时候 林姓一个女官 就那么一次这个女官就怀上了你的孩子 万真儿知道后命令 张明给这个女官送上堕胎药 可是张明可怜那个女官偷偷地把药给丢了 而且还帮助这个女官在安乐堂生下了孩子 从此这个孩子就这样偷偷摸摸地在宫里长大 直到见你感慨 自己老而无子 这才没有忍住 告诉了你 知道真相的 你立马把这个孩子接了过来 并且取名朱又堂 后来这个孩子在成化11年 被你立位了皇太子 在你驾崩后继承了皇位 咱希望你能废了这个女人 但是咱也看出来了 让你离开她简直比杀了你都难 所以咱希望你留下她 可是该有的监视还是要有 这不仅是为了你的子嗣着想 也是为了你好 朱健身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 一双手慢慢地握成了拳头 可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太祖放心 朕知道怎么做了